最近张小泉总经理在报经人言论称 中国老百姓几十年切材的方法是错误的 人家米其林厨师都不是中国人这种切材方法 为什么米其林厨师切的肉片更薄 黄瓜片更透明 是因为前面有个支点 我们把刀前面的头鞋过来 那不是刀的设计感 那是消费者教育 有很多网友看了这条视频之后 纷纷表示不服 称中国人切菜都几千年了 怎么到你这儿就是错误的呢 西方人根本就没有使用菜刀的习惯 你搬出一个外国厨师来教育我们 这不是否定了几十年 而是否定了中国人的几千年的切菜传统 有人甚至向张小泉总经理发出灵魂拷问 你的菜刀主要是卖给谁用的 如果只是设计给米其林厨师用的 那对不起我们买错菜刀了 还有网友称买把菜刀 还要听你的教育 中餐与西餐有本质区别 中国菜刀是来做中餐的 几千年传承 他拿个做西餐的刀来比 这是对手安插进张小泉的卧底吗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前几天 广州一消费者用张小泉菜刀拍算后 菜刀被拍成了两段 随后该消费者联系张小泉经销商客服 客服的回复菜刀只是用来切的 不是用来拍算的 随后有关张小泉 客服称菜刀不能拍算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 很多网友纷纷调侃 中国人做菜 哪一天不拍算 不能拍算的菜刀 还叫菜刀吗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之后 张小泉表示 公司为客服不恰当的沟通方式表示歉意 并赠送一把新刀剧以表成意 7月15日晚 张小泉再次发表情况说明称 事件中的产品名称为龙雀斩切两用刀 产品特色在于锋利度较高 耐用心较好 擅长于食材切片 改刀 适合普通家庭 厨房日用 需要拍 敲的用户可以选择另外刀型 有网友表示 看来今后买张小泉菜刀 需要把蒜姜都带上 现场拍了没问题 才敢带走 其实在小编看来 这完全是公司公关团队的问题 一是对消费者敷衍 二是对自己产品不够熟悉 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够了解 这样的公关态度 如果再不多做功课 照这样下去 这个几百年历史的刀具品牌 可能将悔之一具